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什么种族歧视 什么黑人白人 这一次是华人种族歧视 还不是别人种族歧视华人 是华人歧视别人 那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就是波士顿的市长吴米 这个事情发生到底是发生了一个什么事 就是说这个波士顿它这个城市比较大 它跟我们平时的小城市不一样 三五个市议员 没有人家波士顿一共有13个市议员在这个城市里面 那吴米作为波士顿的市长 那这个市议员呢13名市议员里面 其中有六个人是有色人种 啥意思就是不是白人呗 除了白人之外的人都被称为是有色人种 所以13个里面有六个人不是白人 七个人是白人 但是这个事到底怎么了呢 吴米的助手啊就发了一封邮件 他这个邮件的这个标题叫 有色人种民选官员假日派对就在明天 里面这个内容就说说尊敬的市议员们 我代表吴米市长诚挚的邀请 我们有色人种的议员们来参加节日欢庆聚会 下面呢他就发送了时间跟地点 本来这个事呢悄悄进行也没什么 因为本来13个市议员嘛 他们只打算邀请那六个人 就是那六个有色人种的人 但是呢这个工作人员他手一划 他就发送给了所有的13名市议员 其中当然也包括了那些 根本就不被邀请的七位白人市议员 那他们不被邀请的唯一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的肤色 因为他们是白人 这真的是还蛮特别的一个事情 对啊然后吴米就出来道歉了 没有因为呃我觉得当我每次看到 种族歧视的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想到就是种族要融合 哦对啊对不对然后就是说 我们看别人我们办什么活动 我们不可以排斥其他的种族的出现 或者排斥只因为别人的肤色 就去禁止那个人出席 或是刻意的去排挤其他的种族 对但是现在这个就是一个光明正大的 在市政府里面去做这个样子的事情 哎呀我觉得如果你要是说用 什么就是肤色呀什么 学生之间出现这种话 你顶多就说那个人没品嘛 对不对你就说哎他你怎么可以 因为别人的肤色 所以你不要跟他玩 或者是产生各种歧视的这个行为 或者什么可是这一次是政府耶 yeah那他这是他连那个名字 都写得很明显 就是五色人种的一个派对 对是假日派对 那他们之后是不是有一个 五色人种的不是不是白人的 这种派对 I don't know 对所以其实现在在美国社会里面 好像你就感觉说 歧视谁都不行 就是什么那个LGBQ 你不能人家说他是什么 他就得是什么 你就必须得尊重他 或者是黑人等等的 歧视谁都不行 但是呢你就是歧视白人 就一点问题都没有 而且甚至有时候感觉说 歧视白人好像就是应该的 而且他们又刻意打压白人 你如果要说有看到 网络上面现在有一些那种短视频 就有人会去采访 那些白人的小女孩 在街上逛街的那种 就是其实是访问很多人了 就说你为你的种族 还有肤色感到骄傲吗 那那个黑人也说我很骄傲啊 墨西哥人也说我很骄傲啊 华人也说我很骄傲啊 但是就是问到白人的时候 白人的小孩就说no 我觉得很羞耻 羞耻啊 那就说为什么 但是我又看到又有一个小女孩 她就说我还好 因为我是一半白人 所以她认为说她自己是一半白人 她有点脱罪的这个感觉 但是如果说她又是全白人 她就说我我觉得我是有些羞耻的 我为我的肤色感觉到非常的sorry 这很特别 这一个妖魔化 一个种族的一个概念 妖魔化一个肤色 对 那其实呢 五米做出这样的事情啊 其实一点也不奇怪 因为声称自己最包容的 最什么多元化的 但是同时又是最歧视的 其实就是这些左派 永远都是他们 他们总是指控说 你们保守派啊 基督徒啊 你们都是歧视别人啊 怎么怎么样等等等等 其实不是 如果你真的在生活中 你去发现的话 真的就是这些 每天嘴上喊着多元 喊着包容的人 他们才是最歧视其他人的人 但是呢 五米这样真的不奇怪 为什么啊 因为她的政治路线跟想法 她根本就是极左呀 而且你看网上 她从来没有掩饰过 就是她为什么会进入政治圈 其实带她进入政治圈的那个人 就是Elizabeth Warren 所以呢 这个她也是觉得说 这个人就是她 在政治路线上的一个导师 那Elizabeth Warren 她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左的这样一个人 所以她能带出五米来 也一点也不奇怪 可是如果我们要是从一个 非常清晰的立场来看的话 你就觉得说 五米 谁会给这样的人投票啊 谁会给这样的人 给他机会 让他当选市长 因为它不光是说 种族歧视白人的这一个事情 它不是这样一个问题 是说当你投票 给了这个极左人的时候 它会把整个城市 全部投往那一个方向给带领 它不光是说 种族歧视的问题了 你可以看到 所有左派投票 往什么大政府啊 共产主义啊 那种投票等等等等 包括什么乱七八糟 什么学校啊 什么的 它就是 one of them啊 就是这样子 像波士顿就是一个 一想到波士顿的一个想法 就是那边很多名校 都是大学 我们原本对于 大学还有这些名校的想法 就是那边是最言论自由的一个地方 那边是最开放的一个地方 那边是 我只要有想法 我就可以说出来 彼此讨论的一个东西 这就是我们对于大学的印象 是这个样子 因为彼此切磋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做出来 更好的学术的研究 但是现在的大学 已经变成了一个 非常非常糟糕 全部洗脑的状态 你可以看到就是吴米 他现在说的这些东西 他可以直接出来说 我们不邀请某些人 因为他们是白人 只是因为他们是某些种族 等于说 现在的研究已经研究出来 其实某些人是合理的 只要我们可以妖魔化 他们就好 那所以呢 其实有一件事情 是有一点讽刺的 在当年吴米当选 波士顿市长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呢 在华人圈里面 出现了一篇报道 那当时那个报道 我们也有讨论过 那个报道里面讲的内容 其实因为吴米当选 可以提升多元化跟包容 就是说这个可以提升 整个波士顿城市的 多元化和包容 所以我们选它是比较好的 那这一篇报道呢 现在再拿出来看 依旧是非常精彩 因为这个文章的来源呢 是来源于基督教论坛报 很多时候我们非常希望说 基督教的媒体 可以多去讨论这些事情 尤其是在选举的时候 可以给大家一些正确的方向 但是很显然的 基督教论坛报呢 在这个问题上面 那当然了 平时他们的网站跟报纸 我也没在看 但是就是针对这样一个问题上面 他们完全是站在了种族和肤色的一边 也就是说他们为什么 当时会极力的吹捧五米 甚至把五米讲到说 是一个教徒 就说五米是天主教徒 是给他冠上了这样一个宗教 就说因为他信天主教 他又是台湾第二代的移民 他又是怎么样 所以他非常棒 所以呢 你知道从这个角度 一去看的时候 他首先他就是带有 非常种族的这种主义 你不去了解 他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你就说其实我们亚洲人 或者是我们华人的小孩 或者是我们台湾的第二代 都是很棒的 台湾之光 不要再讲台湾之光 五米绝对不是台湾之光 那这篇文章呢 非常非常精彩 我就把这个链接放在信息栏 大家可以自行的观赏 那这个文章的标题呢 就叫什么呢 就叫说 波士顿200年来首位台裔女市长就职 五米克服万难 故事激励人心 但是我们要了解到 这个五米到底在支持什么 他跟他这个种族肤色 没什么关系 他支持这个东西 一点也不难查到 你只要上网去看 五米又支持堕胎 还支持同婚 还支持LGBTQ 还支持小孩变性等等 所有这些左派一成的都支持 而且呢 同时他也认为说 人呢可以有千万种性别 就不要你说你是男人 还是女人什么什么的 所以呢 他为了要打造一个包容性城市 也把波士顿变成一个包容性城市 本着这儿的原则 所以我们的吴市长呢 更新了波士顿的结婚证 干嘛呢 他不要求在结婚证上面 注明性别 为啥 你没法注明啊 你怎么注明 今天发明十个 明天发明二十个 你注明的过来吗 所以他认为说 人可以有千千万万种性别 除了上帝创造的两个之外 其他的随便什么都可以 人可以自己创造 所以他要求在结婚证上 不需要注明性别 这是非常非常讽刺的一件事情啊 其实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所有的人的一个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的想法 会变成这么主流 我们会这么推崇这个样子的想法 因为他们就是说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跟以前的人不一样了 以前的人只有两种性别 因为他们没有什么研究 现在呢 我们因为有各式各样的研究 各式各样的专家 各式各样的教授 他们都认为说 有这么多性别了之后 那我们就一定有这么多的性别 我们没有勇气说 这些专家教授都是错的 只要这个人是天主教徒 或者是基督教徒 我们就觉得说 他一定是好的 他好棒 台湾之光 所以你说没有用了 你不管说 你再说他是天主教徒 天主教徒也是基督徒 对不对 可是你看他做这些事情 他跟信仰哪个有关系 他全部都是敌基督的行为 对不对 所以就不用再说什么 他是天主 周拜登也是天主教徒 对不对 他自己也说 Nancy Pelosi也是 所以你要看这个人做的事情 他是不是基督徒做的事情 你不用看说 他这个title到底是不是 针对这样一个 完全是坐在这个执政掌权位置上 做着敌基督事情的这样一个人 基督教论坛报 对他的报道上面 形容无敏是怎么说的 他说 作为台湾移民第二代的他 从小如同许多移民家庭一样 从政一直都不是 人生职业发展的首选 然而在神的拣选下 他仍然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是神的拣选 还是人的拣选 这个问题我非常想问 那看到这个一个基督教的论坛报 针对一个出了各种敌基督政策的政治人物 评价居然说他是神拣选的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在这篇文章里面还提到了一个牧师 那当年我们在出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把这个牧师的名字讲出来 很多人在下面留言说哪个牧师啊 是不是刘晓婷牧师啊 大家猜对了就是刘晓婷牧师啊 因为在这个文章里面 他就是直接写了嘛 那这个也是 我相信这也是刘牧师的原话 如果不是的话 刘牧师要是看到这篇文章 他可以马上就去找基督教金融报 你能怎么乱写我 所以呢当然我们也不认识刘晓婷牧师 我们也没有去找他核实 说这个是不是你说的 我们就是看了基督教论坛报 这一篇报纸上面 他们引用刘晓婷牧师 话是这样讲 说在圣地亚哥牧会的刘晓婷牧师 如此说 说这个吴米就任波士顿市长 对美国来说绝对是好事 波士顿是很有指标性的城市 因为波士顿是最早从英国来落地生根的第一个城市 我们需要为波士顿祝福 为吴米市长祷告 愿他能把这份波士顿的精神带给全美 避免一场种族撕裂的灾难 有点不好意思 在上任两三年之后你就发现撕裂种族的这个就是 黑人的总统就管得比较好 白人的 只要是白人当选总统 你就觉得这个是 对于种族的拉扯和撕裂吗 那如果要这样说的话 你是不是更应该支持Andre Young 去当选总统啊 他毕竟是亚洲人嘛 对不对 我觉得这是很奇怪 我们太多的人是靠着肤色来投票 特别在华人这个里面 然后就觉得说 这个人只要是华人的话 就表示说我真光了 那种感觉 而且我觉得就对于基督徒或者是牧师来讲 有这种想法 我是更不能理解 因为我们应该是最明白 上帝创造平等的这件事情 不管你是什么种族 你是什么肤色 我们都是上帝所创造的 那神给我们每个人 这个神都有他要做的事情交代给我们嘛 那你说神拣选一个黑人 或者拣选一个白人 我们来讲重要吗 而且这些人通常在这边依照种族的这个方式来投票 这些提倡这些东西的牧师 同时也是最常跟我们讲说 基督徒不要讲政治 基督徒离政治就是远远的 我们不要去参与在这个样子的话题里面 都是通常都是最种族歧视的 不光种族歧视 基本上支持很多左派的这种议题都是他们 他们讲说你不要讲政治 但他们其实心里跟明镜一样 他们就是我就是支持左派 所以呢 在这篇报道里面呢 就一直不断的强调种族 强调他的性别 强调肤色 就是说他是怎么怎么样 什么所谓那个什么女性的市场 又是什么什么的亚洲人等等 就一直不断强调这些东西 也没怎么强调他的理念 里面有一段写了他的理念 我就发现说 OK好 这个写文章的人 他们根本就搞不清楚 什么是好政策 什么是坏政策 这文章里面讲说 吴敏也推出绿色新政的建设蓝图 并且承认将波士顿打造成 节能减碳的绿色城市 他计划在2024年前 使所有的市政府机关达到碳中和 2030年达到百分之百 使用再生能源 2040年全波士顿达到碳中和等 一系列的环境政策目标 并且同时照顾中下层百姓 同时限制房租上涨 设立社会住宅 并提供免费的大众运输等等 这简直就不是就是共产主义 乌托邦的天堂了嘛 是啊 可是我发现就是蛮多人 解文章的人 他真的是不知道 什么是好政策 什么是坏政策 他可能觉得说 这些政策还能给五米添光呢 可是真的太糟糕了吧 我们有太多的基督徒 不知道 这些政策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觉得说 大家只要 政府提高税收 抢别人的钱 发给其他的人 促成均富 让每一个 这样世界就没有穷人了 有太多的基督徒认为说 我们基督徒只长 我们基督徒掌权的话 应该是要创造出一个 共产主义乌托邦的 应该是要跟这个叫什么 使徒行传第五章那个时候一样 你卖了你的房子 你没有给全部的钱啊 你们两个夫妻两全死 这种东西 有太多的基督徒认为说 基督教就是共产主义 这都是因为他们完全 完全不懂基督教 完全没有看圣经 完全不知道在干什么 我包括这个里面讲到 这个刘晓廷牧师 根本就是在促成 种族仇恨跟种族歧视 太多的华人是这个样子的 对 就我每次看到这个文章 就这个文章 在两年之后 你再重文一次 我每次看一次 我就吐血一次 我就想说 你其实你知道吗 为什么他讲五米的这个政策 他就是非要讲什么绿色能源 因为绿色能源这个问题 我相信是很多人搞不清楚 就大家一说保护环境 大家都会觉得很好 可是你如果要是真的讲到他的政策 你为什么不讲他支持堕胎呀 你这里为什么不写他支持堕胎呀 你为什么这里不写说他支持LGBTQ呀 你为什么不写他支持同婚呀 为什么呀 因为他前面写了 他是天主教徒啊 你必须要塑造一个好的形象啊 那些事大家都知道 这事只要一说出来说 吴米是这样的人 大家就觉得说 这人不怎么地呀 他当上博士顿市长是一个灾难 可是你写这种不温不火 就大家都不太搞得清楚 你觉得好像这个人还不错 你可以把他合理的称为台湾之光 这个呢 华人聚集最多的北加州 看脸投票呢 投出来了一些非常不怎么样的人 其实我们看了一下那些选区 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惊讶 我以前真的都不知道说 北加州华人的人口 或者亚裔的人口 居然高到那个样子 很高很高 比南加州要高很多 南加州的话 其实华人还不算是那么多 但在北加州 真的是人口比例非常非常高 有几个城市都超过50% 那真是很高的比例 但是你就看到说 有一些华人的政客 你很难讲不能叫华人的 华人脸的政客吧 他们在那一边 就基本上是得到了长期稳固的支持 因为跟选民长得比较像 那有两个人呢 谁呢 一个是Evan Lowe 那这个Evan Lowe呢 他现在宣布 他本来是加州议会的议员嘛 那他现在宣布要参选联邦的这个众议员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Alex Lee 李天明 这个Evan Lowe啊 跟这个李天明啊 我这我这 我一想到他俩 我都想叹口气啊 真是 哎呀 他们这个民主党啊 真是倾书于蓝 而胜于蓝 你每次看到几组 你都想说 这真是年轻一代 一代更比一代强啊 他们两个呢 都是加州议会里面 LGBTQ Caucus 的成员 李天明是成员 Evan Lowe好像是创办者 而且呢 最近一段时间 我还看到 我没有朋友拍照给我看啊 说这个李天明呢 还发了一封信 因为你是住在 他这个选区里的选民嘛 那他们 这不是2024 他们就都又要选了嘛 所以他这个时候 就赶快要发一个问卷调查 想要知道说 像他们这种人 他不在乎说 我做对的事情 还是我做错的事情 他只要说 得到超过50%的人支持 就可以了 所以他就是要问大家说 你们现在对 我们发生的事情 公共政策提案 你们支持的程度 到底是多少 那我相信 他是拿回到这个 survey了之后 拿回到 算完来说 大家都比较 对哪一些感兴趣 他可能就是主攻 这几个 在明年的选举里面 是多抛出这些议题 因为绝大多数人 都比较支持 我想是这样子 他以这样一个目的呢 给他选区里的选民 发了一封信 就问问大家说 这些你都支持程度 是怎么样 问了一大堆的烂问题 我的妈呀 我一看我那个信 我都想说 这哪个明眼人 看了之后 还能投票给他呀 我真是服了 问什么呢 问说 你同意不同意 减轻对罪犯的量刑 然后还问呢 你要不要加强LGBTQ的 权利和安全 还问说什么呢 说对奴隶的后裔 进行赔偿 你觉得怎么样 里面问了一大堆 奇奇怪怪 看了就直摇头的烂问题 他就把这个信给发出去 让大家就这样来投票 我觉得 因为我认识 很多这个样子的人 现在所有的华人 因为民主党的关系 还有好莱坞的关系 包括很多台湾的人 在台湾生活的人 他们就是把LGBT的这个权益 变成民主的一部分 任何东西都只要跟民主 扯上关系的话 就一定是好的东西 任何东西跟独裁 扯上关系的话 就一定是坏的东西 其实这是我们对于一个字的 一个情绪上的一个感觉 民主跟独裁 这两个东西 其实我们不应该 这么情绪化的去看 这些字在这个地方 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如果说 民主什么东西都是好的话 那暴民政策 这些乱七八糟这些东西 所有LGBTQ 这些男不男女不女 分不清楚男女 可以变性小孩 可以堕胎这些东西 全部我们都归到民主的话 那这其实是非常 非常非常糟糕的 那独裁的这个东西的话 独裁这个想法的话 如果你用独裁的方式 来去做正确的价值观 像说男人就是男人 女人就是女人 这么你用独裁的东西 来去宣扬事实的话 这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可惜在这个世界 在这个支持教育 还有崇拜教育 把教育 还有这些学术成绩 当成神的一个世界当中 我们通常是忽略事实 然后忽略真理 我们觉得说 只要可以改变这些事实 只要我们可以写出来一个文章 还有这个研究报告说 这些事实全部都是假的 其实你是个神经病 神经病是好的 只要我们可以 这个样子做的话 那就是一个颠覆性的 一个研究出来 所以这个是 我们这个时代 最糟糕的一点 我们看不清楚事实 我们反对事实 我们觉得说 推翻事实 只要我们可以 推翻1加1等于2 我们可以把说 1加1可以等于5 可以等于4 可以等于3 不可以等于2的时候 我们就比以前的人 都还要聪明 这是我们一个自我提升的 我们现代的人的一个巴别塔 被建造出来 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危险的行为 也就是说 你只要多数人同意 这个事情就可以实施 的这样一个机制 你可以说有好 可以说有坏 但是问题是 你要看这些人的素质 是怎么样的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本来你想想 像同性恋的这种事情 哪怕在我小的时候 20年前好了 它都是一个很隐晦的事情 它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 很多时候大家想说 坏事怎么可能 绝大多数的人支持 你不用绝大多数 超过半数就可以了 大家就会想说 坏事怎么会有 超过半数的人支持 你要看人堕落的速度 有多快了 你要看人素质下降 有多快了 现在你已经看到 这大概20年时间 男女都不分了 再下一步 就是人狗都能结婚了 对不对 人可以跟一个狗 两个狗 三个狗 一群狗结婚 你就会知道 它堕落的速度 其实非常快的 而且通过教育来讲 其实真的不会用太久 真的不用太久 现在我们大家 绝大多数人 还是觉得说 恋童癖是有问题的 那你说 当有没有一天 有可能说 恋童癖其实是合理的 这是小孩 对他自己爱情 所做出的一个选择 这个是有可能的吗 你会觉得说 现在感觉太疯狂 你再过10年 你再过20年 你让现在的教育系统 再继续这样下去 会变成是正常的事情 我跟你讲 会有过 会有没有可能说 过半数的人 都同意这种事情 一个未成年的小孩子 他可以选择 他自己未来爱情的走向 那当然 他们不会讲恋童癖了 因为这个词 不管放多久 它都是一个难听的词 他们会把这个东西美化 他说 小孩对于自己爱情的选择权 对不对 Map Miner Attracted Person 对 对于 未成年人 就爱未成年人的人了 那他就会想说 爱情是自由的 大家都有权利 可以要跟你想爱的人在一起 他可不可以用这个理由 你再过20年 你看恋童癖会不会变成正常 会变成正常的 我跟你讲 所以像这种东西 为什么危险 就是尝试跟真理 必须要守得住 这也就是说 为什么美国建国国父 一直在强调说 宗教是多么的重要 因为是就是不是 不是就是不是 你用独裁这个词啊 太负面 对不对 很多人讲说 独裁那个很奇怪 不是 但是这个事情 它就是这样 你可以用独裁讲 它是一个比较难听的词 对不对 你也可以讲说 就是真理 它就有一个防线 这个防线是绝对不可以跨越的 有事情就是绝对不可以做的 所以现在左派在强调就是 所有的事都能做 但是基督教说是 有些事你可以做 有些事你绝对不可以做 我觉得这个就是差别 有没有把它给分出来的 这样一个差别 所以你就会看到 现在疯子哈 这么多 那呃 讲了这么多东西呢 其实我们是呃 有一个非常紧迫了 一个非常着急的 一个心态在 为什么 因为选举马上就要到了嘛 现在算一算 还不到一年的时间了 2024年一开始 整个一年 会非常非常的忙碌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啊 我们经常会想说 要跟基督徒 还有教会 要说一些话 因为其实在加州来讲 呃 基督徒的人口比例 其实很高的 嗯 人口总数 共和党的人口总数 也是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 教会在这个时候 真的要起到 应该有的作用 尤其是我们看到 几个非常危险的地方 华人站的比例 居然是那么的高 教会在那里起到的作用 其实应该也是 可以非常大的 是这样子 所以呢 在波士顿呢 华人教会 老外教会的话 那就用英文去讲吧 反正就先讲中文 那就是在波士顿呢 教会 华人教会 下一次再选市长的时候 就不要选吴米拉 而且我相信 波士顿这么大的城市 每次选举都会出来 太多的候选人 好好看 谁真的是 按照神的心意 去做事的人 教会应该去帮助 这样的人 应该是告诉会友 说你去投票 这样的人 不要再选吴米拉 吴米作案一色 他肯定还要再连任 还要再竞选 以后他再选 你就不要选他了 议会里的 所有的 真的对你的社区 还有你所在的城市 还有你所在的州 付上代价 而且你要承担起 这样的责任 一定要选正确的人上去 那刚才我们讲到 在北加州 的一些华人政客 当然还有其他人 但我们今天讲到的 就是艾文露 还有这个李天明 在北加州的 华人教会们 生命和灵粮堂 矽谷基督徒聚会 墓主前锋 为什么讲到 你们三个呢 因为这三个 都是我们一下 能想得起来 叫得出名的 大教会在北加州的 请你们去 告诉你们的会众 不要再投票 给艾文露 还有李天明 那我们南加州的教会 也需要注意到这一点 我们不要再投给 赵美心 Judy Chu 我常在新闻上面 看到国会议员赵美心 怎么样怎么样 华人之光 每次看到他们的时候 就觉得说 天哪 因为他长得跟我们很像 所以说我们就要投票给他 尽管他的价值观 各方面都是我们不要的 他们是要摧毁家庭 来把你的价值观 完全毁掉的 你那什么中 华人以前的 所有什么美德 那个地方 全部都要摧毁掉 就是破四旧的那种人 我们就是一天到晚 投给他们 只是因为 我们觉得 这样子的话 我们会很有面子 就有点像什么 什么Lakers game 然后呢 只要一赢了之后 然后全加州 全洛杉矶的人都 Yay Lakers 三番市那个 什么Warrior Team 勇士队赢了之后 全三番市就 Yay 什么什么什么的 其实那些人的成功 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更何况是 赵美新这个样子的人 他真的是在摧毁 我们的生活的人 我们在帮他们加油 这些人呢 还包括方树强 你如果住Arcadia 各方面这些东西 还有很多啦 就这几个华人的城市 我一讲我脑子都大 你就看一看 如果说你真的很热衷 投票给华人的话 那你说有没有好的 华人政客 有是有的 可是我跟你讲 绝大多数啊 你真的去看看 他们做的事情 说的话吧 我们每次一看 我真的我头都变这么大 我想说Come on 不要再这样了 下次投票 请把他们投下去 谢谢 对 总之就是你如果 那个人一直在强调 自己是华人的话 一直在强调说 我们的这种种族 怎样怎样 一直在一天到晚讲说 我们被歧视 我们很可怜 华人怎么样怎么样 都不要投给他们 不要让那个人觉得说 我可以来帮你说话 因为你很弱 我们必须要知道 我们是刚强的 特别是基督徒 再说一次 特别是基督徒 基督徒是刚强的 我们需要出来做炎做光 我们需要出来 守护我们自己的道德价值观 我们不可以让政客 来代表我们去做什么东西 而且做坏事 对 你可以代表我们去做好事 不要代表我们去做坏事 对 自己的人生 自己的小孩 自己的家园 自己的公司 我们是要自己去建立的 不是依靠政客 给我们不断的社会福利的 这些东西 我们都一定要凝迹在心 当我们在选举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说 我们这一票是有力量的 不是可以随便乱投给其他的人的 那这包括什么呢 这包括所有的教会 台服体系的教会 还有林良堂体系的教会 不要再一天到晚 为了蓝 为了绿 这样子斗来斗去的 我们请拜托你 在乎美国的政治 在乎美国的选举 在乎你的社区 在乎你的价值观 在乎圣经里面在讲什么东西 我们要教导基督徒说 你要依照圣经的原则来去投票 你要依靠圣经的律法 来制定我们的国家 简单的说就是 你平常你就是要在教导你的会众 你应该要怎么样过你的生活 你应该要变得刚强 只有刚强的你才可以建造刚强的教会 这个样子你的教会也会变好 你的社区也会变好 你的整个环境会是一个良性循环的方式去运作的 我们现在的社会会烂成这个样子 我们的社区会烂成这个样子 我们会打砸抢 会变成这个样子 不是因为这些政客骗我们 骗了我们的选票之后 他们去做这样 他们这些东西 我们现在发生的事情 全部都是他们在竞选的时候 就promise出来的东西 全部都是他们竞选的时候 就是说我会这么做 我会让这些坐监犯科的人 恨情霸道 我会让你的打砸抢 950块以下 全部都免罪 然后免责 我会让你可以让女人可以杀死小孩 我会让你的小孩变性 我会你小孩如果12岁的话 我就把你 他如果觉得自己的性别在家庭被压迫的话 我就会把你的小孩拿走 这都是他们制定出来 他们竞选的时候就说出来的东西 我们要注意的是那些东西 而不是说他长得跟我很像 他跟我有一样的肤色 他也是从台湾来 他也是从中国到来 他是华人这个东西 我们不能再被种族来骗了 当我们被种族骗的时候 其实种族歧视的人就是我们自己 而且当我们知道 这些根本就不难知道 现在每个人都有手机 每个人都有网络 当你知道这个人 他要做这样坏的事情的时候 你依旧投票给他 你让这个坏人上台 你让这个坏人可以有机会 去治理这地 尽管他已经非常清楚地讲了 说我上台之后我会做什么 你还把票投给他的话 这是什么样的行为 那么当我们看到 这样的人已经讲出他 非常邪恶的agenda的时候 你说我不投票 我political neutral 我不投票 那实际上你也是投票给他的 为什么 你在帮助他呀 你没有投票去反对他的话 你没有投票去支持一个 真正遵守圣经原则的人的时候 那你就是在支持他 你就是在统一他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希望教会现在可以起来 真正的教导 信徒什么叫圣经的原则 到底是什么 很多牧师会觉得说 哎没有啦 我们教会人都知道 我现在跟你说实话 他们真的不知道 如果你从来没有讲过的话 如果你们教会从来没有 接触过这方面讯息的话 他们真的不知道 留同牧师 你的会众真的不知道 圣经的价值观是什么 我很少指着 把牧师的名字指出来 但是我很尊重你的教会 我很尊重你的职务 我必须要在这边告诉你说 你要当一个有能力的领导 你要当一个基督徒的榜样 你不要害怕 我们不可以害怕 我们不可以为了人而活 我们要为了耶稣而活 所以这个时候呢 其实是一个分别为圣的 一个时候了 是我们要跟随世界吗 还是我们要跟随神的教导 我知道有很多牧者非常担心 他有的时候你知道吗 他担心的原因 不是说人离开教会了 他缴不起钱或者怎么样 他有的时候会有一种担心 就说哎呀 这些人本来还好好的 每个礼拜都可以听讲道 如果我一讲给他们得罪了 他们生气了 如果离开了神 那可怎么办呀 但是其实我真的在这里鼓励你 我们当然不是说喜欢看别人离开神 没有人喜欢看别人离开神 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够坚守他们的信仰 而且在信仰里面可以越来越坚固 但是当神的真理啊 到他们心里面产生一种冲击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接受 他生气了 他觉得神交给他的东西 跟世界交给他的东西完全相反 太不一样了 他喜欢世界的教导 他不喜欢神的教导 因为神的真理 他生气了 在这种时候 我觉得不能用妥协真理的方式去喂养他 或者去教导他 这个是需要他自己去明白的 这个是需要他自己跟神好好去祷告 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 我是要选择世界 我还是要选择上帝 当一个人他听到上帝的教导的真理的时候 他生气了 我反而觉得这个某种程度是一个好事 因为这是让他去思考的一个好事 如果他一生气他就说 我离开教会我走了 神会带领他了 我觉得他会在这个里面会学到更多 因为他从世界那里 他没有办法得到喂养 他从世界那里 他没有办法得到真理 所以呢 我们要对牧者讲实话 因为没有人对牧者讲实话 牧者太被人尊重了 当然尊重牧者是好事 但是问题是 当人们把牧者捧得太高的时候 这个对于他们的属灵生命来讲 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我们不希望看到每一个人 好高兴好高兴 但是他们却坐着 没有在做神交代他们去做的事情 因为呢 中言很逆耳 但是呢 又因为他们已经有的这个地位 你或许可能看到有很多有名的牧师啊 等等等等 其实说实话了 他们从某些方面来讲 是比较可怜 为什么 因为跟我们不一样 很多人会想要来教导我们 很多人会想到说 因为你这样是错的 那样是不对的 给我们很多很多反思的机会 可是他们基本上没有机会听到中言 谁敢跟牧师讲什么话 有人敢跟牧师讲说 牧师你这样好像 格圣经 不太符合真理啊 讲了 没有人会想要得罪牧师的 而且说实话 很多 并不是说所有的牧师都特别谦卑 你如果跟他讲说 牧师我觉得这个地方好像有些问题 其实是会有人给你的反应就说 我哪里有错 我这样就是对的啊 大家可能想一想 有很多人想一想说 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得罪牧师呀 他大概就不会想要说了 但是我们的职责 我们是要帮助牧师成长 铁模铁 弟兄跟弟兄的关系 你的生命要进步 你的灵命要提升 牧师的生命也要提升 如果说他们的生命不提升的话 如果他们灵命不成长的话 那他们就没有办法一直持续带着教会 因为整个教会的成长 跟他的灵命是有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关系的 刚才在你讲到的时候 我就想到几个人物 一个是拿丹 一个是施洗约翰 一个是保罗 就是这几个人 他们都敢在 好像不应该说什么的时候 去说出实话来 结果施洗约翰也被砍头了 拿丹没怎么样 施洗约翰被砍头了 这个保罗也敢跟彼得说 你怎么这么虚假呀 你本来不是跟外邦人好好的吗 为什么他们一来了之后 你怎么是这样的人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不管什么样的人 他们都会有犯错误的时候 哪怕彼得跟耶稣 跟了那么长的时间 是吧 又头号门徒 又这样又那样 见了各种各样的神迹 然后又领受了各种各样的异象 可是他还是有他虚伪的一面 他还是有做错事的时候 虽然保罗一面也没见过耶稣 但是保罗敢跟彼得说 你错了 你为啥这么虚伪呀 而且是当着很多人的面说的 你为啥这么虚伪呀 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要有这样的心智 那当然了并不是说乱指控 但是我觉得我们有彼此成长 还有彼此切索的这样一个空间 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越来越靠近神 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带领我们的教会 成为神所要的心腹的圣洁的教会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针对这个我们今天讲到这几个 左派吹捧的华人之光 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一个是波士顿市长吴米 还有这个北加州的艾文露啊 李天明啊 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华人的这种政客 其实都是靠脸骗选票的 还有就是说你认为在2024即将要到来之际 教会能做什么 如果你是牧师的话 欢迎大家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如果你是牧师的话 你有没有决心说 在明年这么非常关键的一年 我要给我的会众什么样的教导 你有任何的计划吗 都欢迎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好呢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藤 那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如果你不是牧师的话 请你传给你的牧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